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国外博主还有印字上面有这种非常神秘的一些光线 这种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呢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摄影附件 聚光筒 那它是长这个样子 非常的小巧轻便 然后整个的手感和质感非常的好 聚光筒它其实就可以把光线去到一个地方 那它随着这个附件会配一些这样的一个小插件 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插到这个聚光筒的里面 它会有很多各种各样形状 以便你能打出各种各样的光影 我比较常用的是这个比较窄条的 然后还有这种模拟窗户的 还有这种一条一条的光影 这个也非常的好用 有各种各样形状 大家可以尝试去不同感觉的一种光效 那它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色片 然后它是可以加到这个聚光筒的前面 然后这个色片呢 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个也可以根据大家的喜欢和你想要的效果 来进行一个不同的尝试 然后它这里还会有一个调焦的功能 等一下实测的时候给大家具体讲解 它可以调整个这个光影的虚实程度 那接下来我们选择这样一束光一条这样的一个插片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拍摄效果 将光线聚焦到眼睛上背景用一盏灯加红色色片 给出背景渐变氛围光 人物前方用一盏灯反射 若捧光软武器服装细节 换成眼孔状插片 将背景灯改成蓝色 适合拍摄科技感风格的作品 树叶状的插片背景灯改为绿色 来呼应服装的颜色 适合拍摄神秘的暗调人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